这两个旅人有多大的深仇大恨 才能打得这样死去活来 今天的这场比赛是来自墨西哥的民间斗流场 这个比赛的拳手都是围观观众自愿参加 只要你有勇气走上擂台 你都可以选择打一场酣畅迷迷的比赛 打赢还可以拿走奖金 更有意思的是 比赛的奖金都是有现场土豪观众 自套腰包赞助 这个旅人赞助了200块 这个帅哥赞助了100 还有这边大叔也赞助了100 那么今天场上这两位女生的赞助费 已经达到了400块 这等于是他们差不多一个礼拜的工资 比赛一开始小兰率先发起进攻 小子也是毫不示弱 双方打的那个叫你来我往 接下来的画面 小北哥已经不能用言语去表达 因为再多的专业术语 在他们两人的比赛上根本就用不上 不过也许这句话可以 这年轻人 小兰左右挥舞着拳动气势很足 但是小子的王八拳也不是吃素的 双方互有论住 以赛打到这里 好像已经围满了观众 双方互相论了这么久 节奏终于缓了下来 但是不要觉得这样就完了 精彩还在后面 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 小兰越战越勇 小子这一回吃了很多拳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双方互相轮圈的时候 小子失去重心 倒地 但是小子的表情还是很轻松 爬起来继续战斗 慢镜头看 小子是被左勾拳打中 但是这一拳有一点像推出去的 所以杀伤力有限 爬起来的小子居然越战越勇 双方的王八拳护容 根本就没有防守 如果一定说防守 那一定是用脸来防守 这种大开大合的王八拳 其实非常耗体能 两位姑娘为了奖金也是拼了 但是说实话 这种王八拳看起来真的很过瘾 其实双方已经互论了脸分多钟 两位姑娘应该已经很累了 但是没有人后退一步 小兰和小子都是势在必得 双方还是毫不示弱 不分高低 小兰的后手拳非常重 把小子给打火了 双方再一次进入护轮模式 好时间终于到了 最终比赛 盼了他们平局 我觉得两个人也是实质名归 打完以后 双方还互相拥抱了一下 毕竟没有仇恨 那么最后奖金也是有双方评分 也不知道这两个姑娘下场后 会不会给自己的脸买点药 他叫佩吉范赞特 UFC最疯狂的女子选手 他居然跑来参加抛死拉本 耳光大赛 大嘴巴子互相轮流抽 看谁先顶不住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除了龙羞以外 范赞特有过哪些疯狂的行为 如果你是UFC的忠实粉丝 对于这个画面一定不陌生 金色绣发红色小背心 就是佩吉范赞特 在当年的UFC 绝对可以配得上是 八角龙的颜值担当 直到你的媳妇格拉索的出现 这个局面就会打破了 今天我们不聊格拉索 我们来聊这个曾经UFC的当红花旦 疯狂女孩佩吉范赞特 视频最后的这个运动最令人震惊 如果看完之后不好看 直接来骂我 佩吉范赞特 1994年出生在美国的俄勒冈州 他的父母是开舞蹈工作室 所以说他从小对于这个舞蹈非常有热情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了综合格斗馆 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 后来龙大罗西走进了八角龙 成为UFC史上第一位女子冠军 于是佩吉范赞特决定 正式进军综合格斗 通过刻苦的训练 加上从小的运动基础 范赞特开始在美国的中文格斗领域赶露头脚 2013年12月 范赞特成功签约UFC草量级 一直打到2019年 范赞特从UFC正式退役 在UFC总共打了9场比赛 UFC战绩5胜4负 从UFC退役以后 范赞特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参加了很多其他的比赛 比如说这个职业拳击赛 还有后面的美式摔角大赛 只要你敢想 他就敢去 他居然还参加了BKFC 躲拳拳击 2018年 他自己承认自己进行了龙胸手术 2023年 他居然在网上向客户提供付费的照片 那面对这个小时候比较泪脸 长大以后又非常的粗犷和豪放的女孩 范赞特的粉丝们是又爱又恨 配极范赞特前几天又跑去参加了 POL SLAP这个耳光大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千万别走开 结尾有彩蛋 范赞特一巴掌就把对手拍到了桌子底下 最终配极范赞特在POL SLAP首秀 就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对于配极范赞特的粉丝们来说 无论他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都在一如既往的支持他 从UFC到BKFC 从直接摔角到POL SLAP 配极范赞特表示 他还要继续疯狂下去 爱生活看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最后一分钟时间 也就是彩蛋时间 我们来欣赏一下 配极范赞特精湛的舞姿 看完以后 千万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精彩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女人会打架 手提着狼头 拿着两个小刀片 蹦蹦跳跳就去干架了 女人狠起来 真的没来人什么事 那当然这都是在影视作品里的 那在现实中 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的女孩 我们来把目光拉回到现代 今天我们来讲一场人数比赛 蓝海小白身高180 女孩阿子身高158 小白发起进攻 这个一开始啊 并没有把阿子放在眼里 小白成功抱单腿 阿子顺势倒地 阿子的活性力量很强 居然成功翻转来到上位 阿子单腿跪在小白的上半身 阿子停过来到侧位压制 再次来到骑乘位 我们看看阿子想做什么样的动作 小白小体身没有成功 再次被阿子压住 小白小体身还是起不来 阿子牢牢控制这个把位 这个阿子看起来个子也不大 体重也不重啊 怎么力量这么大 阿子转换把位 想做十字顾 小白离地起身 这个时候应该往下压 大家仔细看阿子在下午已经打扣成功 看看小白还能不能坚持 这个裁判我看也不怎么专业啊 小白发出了杀猪似的吼叫 小白的左胳膊八成是断了 阿子顿手就心软了啊 感觉下手太重了 这下应该是伤得比较严重了 所以说兄弟们千万不要去惹女孩子 在家里面被打了也就打了啊 忍气吞声大家 退步海阔天空兄弟们 好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喜欢这部歌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来看一场美国后院格斗的比赛 左边的这个是来自韩国的女孩子玉珍 右边的是美国男孩杰克 为什么要匹配一个男孩和女孩的战斗呢 这个创始人给出了这个原因啊 因为这个韩国女孩玉珍实在是实力太强 他之前给他匹配过这种爱好者啊 但是一分钟不到就被玉珍给打得是 笔血直冒 然后直接就认输 所以说今天啊 也是征求了玉珍的同意 他匹配了一个来自美国的一个男孩子 他两人的身高和B站 包括体重 他距离得比较大 带着白色拳套的玉珍啊 是韩国女孩子 身高167 体重是56公斤 啊这个杰克啊 是身高是180 体重是66公斤 反正差不多相差了这个10公斤中的一个体重啊 好 打的是MMA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玉珍的这个报价啊 还是比较专业 然后杰克嘛 就是对吧 就是比较业余了 好 两人投入倒地 杰克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啊 他男孩子啊 他的这个体重要比对手重了10公斤 好 现在把这个玉珍控制在这个下位 杰克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其实还是会一些柔术的 现在想来一个起称 但是玉珍靠着这个边上的这个围栏啊 然后把这个腿给他挡住 然后现在杰克 来到侧位的一个压制 好 成功拿背 这个手穿进去了 没有看一下 比较危险现在啊 腿也搭进去了 这个杰克还是会柔术的 把这个玉珍也斩平 手是穿进了 所以说杰克的这个把位其实是 不太好啊 太好 他的这个手并没有插进那个玉珍的这个脖子里面去 好现在玉珍把背手给压下去了啊 上位的杂拳 上位的控制 那玉珍的这个动作就更加专业的看到没有 好像谁的这个通血了吗 玉珍把杰克控制在下位呢 5 4 3 2 1 好第一回合时间到了啊 好我们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比赛开始 这个龙子还比较大的啊 躲掉躲掉 杰克的这个拳 一定像王把拳 在他抡重一下也是比较痛的啊 一个短身拳 没有 啊一个前手去打中啊 这拳好像挺准的 现在是一个断头台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一下玉珍怎么防啊 玉珍振脱 上位 杂拳 继续杂拳 把对手拉在地面 玉珍想用这个锡来控制对手的一个手 看看你有没有 怎么召唤 压住的 好 杂拳 刚才也好像打到后脑了啊 去杂拳 稍微杂拳 杰克想起身 拿背 玉珍拿背 好 现在杰克非常被动啊 我们看一下玉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 好 玉珍现在撑起来起身 杂拳 继续杂拳 背后裸脚看看有没有 连续的杂拳 好像现在 好 裁判中的比赛 结果到后面基本上也放弃了啊 他起能不能也没有了 哇 这个裁判非常的兴奋啊 这个光头裁判非常兴奋啊 最终玉珍以小博大 这个韩国厉害还是挺强的 我们也希望玉珍可以在后院格斗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amazing let's go